农地中间夹着工厂 烟囱不断排烟 白天看都是白烟 没有味道 但附近居民指控 入夜后烟就会伴随着恶臭 飘入邻近的两个村 已经持续了多年 大概十点多要睡觉的时候 就闻到非常恶心恶臭的味道 我从来都没有闻过这种味道 就很像 就是说不出来那是什么味道 因为我没有闻过 然后那是丝臭味那一种 居民指控的是 合法化制厂 主要从事燃烧禽畜尸体 全国总共才十家 屏東县长治乡和盐浦乡交界 就有三家 密度全国最高 附近居民很难辨认 到底是哪一家排放 从去年11月开始检举 到今年7月 环保署才查出 三家排放都超标 但居民认为 到现在的情况都没有改善 目前已经有两家 已经在一年内第二次违规 最新的那一个进度 其中有一家 我们现他在10月底需要做改善的一个动作 但是虽然都在改善期间 还是每天都还是有二臭 完全都没有改变 也没有改善 原则上在改善期间 他们也不会再来做检测 屏东县环保局强调 三家都已经限期改善设备 环保署也排定复检日期 最快月底就要有一家完成 但居民质疑 其间工厂持续排放 应该持续检测并开阀 甚至勒令停工 记者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